深夜爬山的妻子回家 超短裙被随意丢在地上 我在那条裙子上 发现好几片惹人狭想 被风干的印记 属于陌生人的味道令我作呕 可是和妻子爬山的 不都是女人吗 我叫陈俊 是一名体育老师 妻子柳如烟是校外培训机构的声乐助教 人美歌甜 只不过看起来有些没趣 平时不苟言笑不说 还总喜欢穿宽松肥大的毛衣牛仔裤 好身材被遮挡得严严实实 不过话说回来 这也挺让我放心的 毕竟如烟的身材真的超级绝 是所有男人都难以招架的那种 他有两只手便可完全拿捏住的仙腰 还有三十六地的完美活度 这要是穿上白衬衫包屯裙 肯定把学校里其他的女教师 比得毛都不省 当然 我也不是小心眼的男人 我曾经暗示他很多次 作为年轻人大可不必太低调 青春只有一次 当然是怎么漂亮怎么打扮 可如烟也只是淡淡的应声 第二天依旧是固执地穿着毛衣牛仔裤 本以为如烟的性格这辈子也不会改变 直到他加入了一个夜爬裙 那里面不定时地组织夜爬活动 妻子在参加过一次之后 就彻底爱上了这项运动 连带着性格也从之前的沉闷无趣 变得主动热情了 还记得那天我和同事聚餐到晚上十二点 我心虚地推开家门 可是如烟竟然不在家 我知道他这又是去夜爬了 虽然心里不满 但也没给他打电话催促 直到凌晨两点 家门打开 我迷瞪着睡眼从沙发上坐起 借着走廊昏黄的灯 我看见如烟鲜瘦的身影 他的上半身穿着一件运动背心 而下半身竟然是一条 甚至盖不住屁股的超短裙 裸露出来的皮肤上散布着红斑 看起来更像是 你这是干什么去了 都几点了 我压抑着情绪质问 可如烟只是奇怪地看着我 我记得我给你发过消息的 我去趴北山了 你爬山至于穿成这样 你看看你 不剪点的样子 我终于爆发了火气 确切来说是醋意 一个女人穿得这么少 按照我180的身高 随便瞟一眼就能看到他紧致深邃的失业线 这要是哪个色狼故意落在他身后 他只要轻轻弯下身子 裙子里的风光就都会被人看了去 我还是搞体育的 怎么没听过谁家正经爬山要这么穿衣的 直觉告诉我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我气得脸通红 拽住如烟的手臂将他推倒在沙发上 如烟也生气了 吵架的声音简直像是从丹田发出来的 陈俊 你发什么疯 不是你平时总嫌我老古板吗 和如烟同在一个屋檐下 但我们像是陌生人 各住一间房 各吃各的饭 其实我早就消气了 我不应该不相信如烟的为人 我们在一起三年 他对我什么样 我心里明白 但我就是摸不开面子主动低头道歉 毕竟他穿得确实太暴露了点 怎么说他也得给我个交代不是 可如烟呢 不仅是我为空气 令我生气的是 星期三晚上七点 他竟然又换了一身行头 准备去夜爬 荧光色运动内衣 搭配景深瑜伽裤 这让谁看了不服想连篇啊 我看得火大 本来想温柔说出的话 也变成审讯的口气 柳如烟 我看你是有人了吧 如烟脸色一僵 本以为他还会像那天一样 和我大吵一架 可没想到他先是红了眼眶 随后又流了一串又一串的眼泪 陈俊 你不是人 咱们结婚三年 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 被他问得我又心疼又恼 只好放低语气 可问题是 你不把事情解释清楚啊 如烟一愣 他无奈地点点头 行啊 那你自己看吧 说着 他把手机丢给我 我点开看 夜爬群已经被置顶在聊天界面的守卫了 足以见得这在他心里的重要性 我倒要看看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帅哥 只是定睛一看 这名字却蹊跷地取成 朵朵桃花 群里面有十几个人 我一一点开头向检查 竟然全都是女的 而且从头像上看 还都是个顶个漂亮的大美女 北山很少有人去夜爬 而且我们的团队都是女孩子 所以估计自然就少一点 怎么舒服怎么穿 刚巧 如烟的手机震动 是一条群消息 还是群主栗子发来的 姐妹们 我到了 美烟群主还顺便PO了一张 新鲜出炉的自拍照 我放大看 好家伙 画面太美 吓得我手机差点摔在地上 高高扎起的马尾便露出栗子纤长 又嫩白的薄梗儿 锁骨深的能养育 而最吸睛的莫过于他亮眼的丰满 他脸上的笑意明媚又自然 倒把我的想法称得有点猥琐了 看到了吧 我们根本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 单纯是因为有着共同的爱好 如烟从我手里抢过手机 顺便还给我一个愤怒的白眼 看着他拿起包包出门的背影 我一时间有点懵 事情确实是这么个事情 他说的也并不是不在理 有自己的圈子 有自己的朋友也很正常 但我心里头还是有点酸酸的 瑟瑟的 我以前嫌如烟骨板 除了脸哪都不愿意露 现在这冷不丁一放开 我还真有些担心他被野男人勾引之后 给我戴绿帽子 可在那之后我又观察了几次 如烟虽然穿着清凉 但对我的热情并没有改变 甚至在床上还愿意调整一万年不变的动作 配合我摆出新花样 也许真是我想多了吧 我自言自语 可第二天 我却收到了一条来自陌生人的视频 那天我正在上课 休息间隙拿出手机看看年纪群消息 苹果手机隔空头送功能显示 有人要给我发送视频 我鬼使神拆地点下了 同意 不过几秒钟时间 一分多钟的视频下载完成后 开始自动播放 画面很昏暗 也很陡 看得出是一段偷拍 山林子里 男人把女人压在树上 都是成年人了 我自然知道他们是在做什么 我下意识锁上手机 心跳个不停 可我却慢慢拍地反应过来 视频里女人的脸虽然看不清 但视频里太腰间那条超短裙 如烟刚巧有一条 不对不对 乱了乱了 先不说视频里的女人是不是如烟 隔空投送功能最大距离也不过十米 也就是说给我发视频 名字是一串省略号的人 此时此刻一定就在我附近 他或者他是学生吗 还是和我一样 是一名老师 他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视频里的又真的是如烟吗 青天白日下 我忽然被一种恐惧包围 同时 我的心又很愤怒 万一视频里的真的是如烟 我下意识捏紧了拳头 先不管是谁发给我的 心里有一个桌奸计划慢慢成行 不就是夜爬吗 他们去的 我当然也行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 但鬼知道 电视里的内容 我一个字都没看进心里去 我的全部注意力都在如烟身上 他在吃过饭后 照例收拾了厨房 随后拿着浴巾进了浴室 已经洗了半个小时了 却还没有要出来的意思 是在和他的情夫偷偷联系吗 我好想冲进去看看 浴室里的音响 正放着一首英文歌 听起来迷幻又性感 我咬着牙嘀咕 他的心情看起来可真不错呀 如此说来 柳如烟应该是真的背叛我了 我当初就不该心软相信他的鬼话 愤怒又多了几分 我甚至已经计划好一会儿 要把这对肩父赢父 怎样绑在树上 抱走他们一通啊 正打算着 如烟从浴室走出来 他已经换好了一会儿 要爬山穿的衣服 这条裙子我记得 说是叫什么后妈裙 显身材都是次要的 重点是特别容易被掀开 心在隐隐作痛 我侧过脸不再看他 如烟没发现我的异常 出门之前还在和我说拜拜 我没回应 直到他下了楼 走出单元门 我才动作迅速地跟上 如烟开着私家车 我从拐角处叫了一辆出租车 我跟了他一路 按理说他只要细心一点 就不会真的发现不了 可他竟然毫无察觉 在山脚下 我看见如烟走向一群女人 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衣着暴露 浑身上下夹在一起的布料 还没有我身上的短裤多 行啊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我倒是要看看他们凑在一起 是爬山 还是爬树 谨慎地保持着200米距离 我看着他们一行十几人 在一个路口 分了三个不同的方向走 他们穿得本就清凉 再加上故意勾肩搭背 有说有笑的 路上来往的行人不多 但统统都盯着他们看 我稳住呼吸 紧跟着如烟选择的那条路上山 北山到目前为止 刚刚进入初级开发阶段 路灯只是稀稀拉拉地 处在山路上 而路两侧大多是人造灵 光线根本无法覆盖所有的路面 越往上爬 我越忐忑 兴许是分心的厉害 我竟然在一个缓迫的位置 把如烟他们跟丢了 烦躁极了 我靠在扶手上真想抽支烟 对话声就是这时候传来的 女生娇媚极了 苏麻入股 有保障200 没保障500 老板 怎么样 可以吗 男人思考片刻 行 先让我感受感受 验验货 呵呵 尽管验货吧 我们穿得方便着呢 再然后 男人女人正式开始了今天的交流工作 生意 吵死了 虽然 我可以确定 这个正在工作的女人不是如烟 但 其实如烟在爬的山 也是这档子是吧 可 为什么呢 这比我想象中的情况还要糟糕 本以为他只是一时被外面的世界引诱 走错路 犯了错 可是他 竟然去 圆骄 为什么呢 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吗 虽然知道偷听不道德 但我的脚像被钉住一样立在原地 毫无防备 一只手突然从身后搭在我的肩膀上 老板 需要服务吗 这声音带着甜美 我熟悉得很 是如烟 老板 看热闹不如亲自释手 如烟的语气是以往不曾有过的魅惑交融 简直让我太陌生了 但我不敢开口 我还没有做好当面和如烟对质的准备 老板 你怎么不说话 如烟试探性地用手环抱住我的腰 你身上的味道好好闻啊 我感觉好熟悉呢 如烟的脸越发凑近我的身体 我的肌肉紧紧绷住 连带着心跳都加速了不少 老公 我听见树林外 有个女人在大声呼喊 我和如烟同时愣住 因为 这个女人明显是朝着我们这个方向来的 只要过了水泥路 她马上就会发现我们 就在这时 手机震动 是陌生号码 我并不知道是谁 但规律的震动让我猛然惊醒 此时不逃 更待何时啊 姜头埋在胸前 我朝着那个喊着老公的女人身边走去 奇怪的是 那个女人见到我并没有多吃惊 她很配合 甚至主动将手搭在我手臂上 这要是外人看来 我们倒真像是亲密的一对 就这样沉默着走下了山 我隐藏着心酸 和她真诚道歉 路灯下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 带着忧伤看着我 奇怪 怎么看着这么熟悉呢 陈老师 你真把我忘记了吗 我这才又仔细看了看她 方平 是你吗 方平终于轻松地笑了笑 是我 十年前你是我的老师 不过 十年后 我可是要成为你的同事了 方平带我来到一家 私密性很强的咖啡厅 我有些莫名其妙 咱们之间有什么话 还要在这么隐秘的地方说吗 方平点点头 她坦白地说道 你太太的视频是我发给你的 刚刚的电话也是我打给你的 我脸色一僵 但仍然强称着自尊 陈老师 你和我也不必硬撑着 因为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 在我惊讶的眼神里 方平深吸一口气说道 我的爸爸 也喜欢夜爬 他以前可是从不运动的人 鬼知道夜爬能有什么好 所以我想办法混进了爸爸的夜爬群 我也是这时候才知道 夜爬群根本就不是单纯的爬山而已 我的爸爸经常给一个交例子的女人转钱 数额很大 因为害怕他被骗 所以我偷偷跟踪了几次 没想到意外拍到刘老师和他一起 我就悄悄地录了下来 想要提醒你 我的脸垮了下来 我真的 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方平却摇摇头 不怪刘老师 这个夜爬组织 根本就是个擅长洗脑的邪教 群主栗子会在各个行业里 搜集不同类型的美女 以夜爬交友的名义 取得其他人的信任 人都是有弱点的 栗子在各种弱点面前 一直扮演着良药 等时机成熟后 再借着提升魅力 释放天性的缘由 拉拢美女出卖身体 换取可以上升的社会资源 现在不仅我爸爸被迷得不行 他们圈子里不少人也都参与了进来 听说这些男人们都给栗子投资了不少钱 恐怕 方平话说到一半 但我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猜 栗子是个骗子 在收割完毕后 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 而我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如烟怕是不仅丢了身 也丢了钱 陈老师 我们必须合作 方平看着我的眼睛 忧心忡忡地说 强压住心中的难过 我有气无力地点点头 就算是回答了 按照方平说的 他委托别人查过栗子的身份 但得到的回答全都是查无此人 也就是说 栗子的身份 完全是他自己虚构出来的 包括方平从他爸爸那里 翻到的关于栗子的银行卡号 手机号 也全都是栗子 从外人那儿借来的 种种看来 他在诈骗方面 像当地有经验 这个人如此狡猾 假如我们再拿不出 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报警 一旦打草惊蛇 那或许我们就永远也抓不到他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只能坐在客厅里 抽了十几支烟 直到如烟回来了 嘴里还哼着小曲儿 老公 你还没睡呢 再等我嘛 如烟笑嘻嘻地凑到我身边 在闻到我身上的烟味后 不满地皱起了眉 好脏 快去洗澡 我在心中回答 脏 还能有你脏吗 可是为了不让他起医 我装作灯徒子的模样 想要拉着他一起洗 却被如烟给躲开了 哎呀 刚爬完山 很累了 说完 他先一步回了卧室 我的心像是放在了油锅之中 简直快要痛死 面子上却还要硬撑着 等我洗完澡后 如烟已经打起了小呼噜 我从床头拿到他的手机 密码是我们俩的结婚纪念日 三年了 他都没有更换过 他 明明很爱我 可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 那个例子 到底用了什么条件引诱他上钩呢 我点开栗子和如烟的对话框 他们最早的联系 开始于三个月之前 栗子叫如烟亲爱的 她像一个知心大姐姐开导如烟 不论是工作上 还是家庭上 我看见如烟问栗子 栗子姐 怎么才能让老公更爱我呢 栗子问她 你的丈夫是喜欢上别人了吗 如烟发了一个忧伤的表情 她总是说我古板无趣 还要我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 我猜 她喜欢性感又美丽的女人 可我无法释放自己 栗子安慰她 如烟 你非常美 真的 不信你可以试试 只要你肯主动 不知道有多少男人 会为你发疯发狂 如烟过了很久才回她 可是我只想要她爱我 我也只想爱她 栗子约如烟一起夜爬 说要介绍好朋友给她认识 你可以穿得热辣一点哦 毕竟这也能有助于你增加自信呢 看得出如烟也挣扎了很久 但她还是同意了 再接着 就是第一次夜爬过后 如烟惊喜地和栗子抱喜 她说 我老公对我好热情 果然从你那里学来的都是有用的 看到这 我的眼泪不自觉地顺着脸颊流出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可我怎么也想不到 让如烟陷入圈套误入歧途的 是她对我的感情 她也只是想要我对她的回应和爱而已 从聊天记录里 我发现如烟给她转过很多次钱 而如烟有个很原始人的习惯 她不喜欢在聊天软件上绑银行卡 只有在需要用钱的时候才临时绑一会儿 兴许是频繁地绑定和结绑 所以平台对于她的转账限制就很多 在某一次给栗子转账时 弹出了收款人名字验证 X 栗子告诉如烟 徐 徐 栗丽 我连忙把这个信息记录下来 发给了方平 在之后就没看到过什么有用的信息 看得出如烟对栗子很大方 赶上栗子生日还要送她运动鞋 只不过 40码的女鞋很多已经没有款式了 之后便只好作罢 我将手机放回床头 如烟睡得好像不太舒服 来回翻身 而我却睁着眼 一直到晨光细微 我和方平去警局报案 听了我们的描述 警察们对视一眼后 决定为我们立案调查 警官们很重视 连忙通过技术排查 锁定了年龄区间范围内 十几个身份证 名为徐丽的照片让我指认 可是将这十几个徐丽翻看的遍 却没有一个是我要找的 方平有些急 你再仔细想想 你看到的自拍里 他有什么特征没有 鼻梁有点高 锁骨很深 我闭着眼回忆 对了 他的脖子上好像有一颗痣 我急忙将这一信息告诉给警察 可惜的是 这十几个目标人物里 也没有附和的 一时间 气氛有些紧张 方平有些沮丧 陈老师 会不会徐丽也是栗子的马甲之一 其实他还有别的名字 别的身份什么的 听他这样一说 我由原本的笃定开始陷入自我怀疑 是啊 敌人在案 我们在明 他这样狡猾 指不定是人是鬼 是男是女呢 对了 四十码的鞋 我试探性地问方平 你身高多少 鞋码多大 方平心不在焉地回答我 168 38码 我依稀记得 栗子比如烟 勉强高一点点 而如烟 166厘米 是了 就是了 这个栗子 如果真想隐藏身份 换个性别 也不是不可能 警察同志 我们申请重新指认 这次不区分男女 方平一开始很疑惑 过了几分钟 突然震惊大喊 你是说 栗子其实是男人 我点点头 一心一意 看起照片 其中 有一个和我差不多 年纪的人 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和记忆中 栗子的长相 重合率极高 有志 五官雌雄莫辩 我几乎敢确定 这个人就是栗子 就是那个诈骗犯 那么下一步 就是戳穿 徐丽的谎言了 我急急忙忙赶回家 如烟正在化妆 见我回来 还有些惊奇 老公 你这么早就下班了 我板住脸 没有理会她的话 直接拽住她的手腕 跟我去警察局 警察局 干什么 为什么要去警察局 如烟正托我的束缚 他慌张极了 陈骏 你背着我惹事了 还装 我气不打一出来 你自己干了什么 你自己心里清楚 难道真的要我 把你做过的事 说出来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明着去夜爬 其实背地里做的 脸上忽然一疼 如烟苍白着一张脸 嘴唇颤抖 陈骏 你王八蛋 那天跟踪我的果然是你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们的感情吗 我也急了 事到如今 他还在和我演戏 我调出方平发给我的那一份多钟的视频 你敢说 上面的女人不是你吗 看看你柜子里那条裙子 你敢说 他们不是同一条吗 我咄咄逼人 如烟忽然无力地 瘫倒在椅子上 心一横 我拽起她的手腕 我不管 你现在 必须和我去报警 今天我必须把徐丽那个骗子抓起来 可如烟却瞪着一双湿漉漉的眼 这个时候了 她还在和我犯决 陈骏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我相信例子是好人 在她的关怀下 我越来越有自信 越来越快乐 瞒着你 是我不对 不过既然现在你都知道了 那干脆 我们就离婚吧 是我 对不起你 说完 如烟擦干脸上的泪痕 在我震惊的视线中离开家 她 是去找栗子了吗 难道婚姻生活的三年里 我做的真有这么糟糕 我们这么久的感情 还抵不上她与栗子相识三个月 她为了那么个诈骗犯 竟然选择和我离婚 她简直不分好赖 我快要气死了 再也没有心思上班 拿出冰箱里的啤酒 一口喝下去大半 和如烟的过往 一幕幕在我脑海中回放 想起我们初见时 是在市里举办的文体竞赛现场 我是体育部的队长 她是音乐部的队长 这是如烟第一次公开露面 天津淡雅的模样 足以让所有人印象深刻 当然 也包括我 当时就有人开我们的玩笑 说我们俩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 再后来 我鼓足勇气要到了她的联系方式 一开始 她总像是有什么顾虑式的 明明我在她的眼神里 也可以看到爱意 可她偏偏又不敢和我再进一步 胆小的样子激起了我的保护欲 还记得 我拿着戒指表白的那晚 如烟 我愿意以婚姻为前提 请你做我的女朋友 我会一直一直保护你 信任你 好吗 如烟终于被我打动了 在后来 我们结婚了 别看她平时不爱说话 可是和她在一起的日子里 她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甚至养好了我脆弱的肠胃 如烟 我终于敢面对自己的内心 从始至终 我一直深爱着如烟 可就算是我们真的回不去了 我也不能看着她在歧途里越走越远 借着酒精 我打车去了北山 这是我第二次夜爬北山 在三条路里 我不确定我是否能立刻找到如烟 但不管遇见谁 我都要把我所知道的真相 告诉不明真相的群众 我要凭我自己的力量 戳破徐利的骗局 这一次 我选择了最中间的路 不管前面等着我的是什么 我都要勇敢面对 大概爬了几十米 我就遇见了第一对野鸳鸯 我像疯子一样冲进树林里 一把分开纠缠的男女 他们被我吓坏了 男的提着裤子逃了 雨的蹲在地上慌张地捂住自己 不是如烟 我松了一口气说道 你被骗了 去报警吧 不想再多说 我继续顺着昏暗的路向上爬 不过几十米远 又撞见一对儿 我如刚刚那样鲁莽 可这次却换来男人粗暴的拳法 很快 我们两个的打斗声 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 哎哟 这是干什么呀 我们粒粒就是美 竟然能让两个老板为她大打出手 粒子昧着声音小跑到我们俩之间 不明所以的围观群众 还真以为事实像粒子说的 我们两个只是争风吃醋 而我知道 这只是粒子的障眼法 她在大事化小 我怎么会让她得逞呢 我倘靠在树上 一字一顿宣告一样地说 徐丽 你这个人妖 别再骗人了 徐丽沉默 天色太黑 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我感觉到人群正在渐渐疏散 但我不确定是不是有人相信了我 离开这个肮脏的树林 过了好一会儿 我听见徐丽阴沉着嗓子说 既然是来砸场子的 那我就不必再给老板留面子了 她摆了摆手 身后走出几个壮硕的男人 我深爱一个道理 那就是秦贼先秦王 趁着那几个傻大哥还在摆造型 我一个闪身冲到徐丽面前 直接将他撞倒在地 我一只手死死地掐住他的脖子 另一只手不断挥舞着拳头 王八蛋 让你毁了我的家庭 让你骗如燕 去死吧 王八蛋 我不断出拳释放恨意 不管身后的壮汉怎样殴打我 我都不肯松手 嘴角已经开始渗血 头也开始晕 有几次 我的后背被砸得生疼 但我的目标很明确 我要亲手把这个 男不男女不女的骗子送进监狱 你 你就不怕我杀了那个蠢女人吗 徐丽虚弱地开口 我这才注意到 在不远处的林子里 如燕已经被一群人给钳制住了 她哭着大喊 老公 你快逃 我的心一软 傻瓜 我就是来带你走的 放心 我们不会有事的 如燕哀嚎着恳求 栗子姐 求你放了陈俊 只要你肯放了她 我什么都肯答应你 包括 付出我的身体 如燕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她之前 撤我分神 几个壮汉将我彻底暗倒在地 我被控制住无法再挣扎 栗子从地上爬起 拍拍身上的泥土 柳如燕啊柳如燕 你以为你的身体多之前吗 现在老子不稀罕了 我就要让你们死 我们被带到了山后面的一个小木屋里 这里面阴暗潮湿 我们被绑在一起丢在地上 栗子是后进来的 借着开门时的月光 我看见她的手里拿着一把刀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栗子重复我的问题 当然是痛痛快快地报仇了 今天被你这么一搅和 我又要换地方重新开始了 你说 我该不该杀了你 刀被拍在我的脸上 怕如燕担心 我始终没有吭声 这一刻 有些话 我怕再不说就没有机会 在如燕耳边 我柔声表白心意 如燕 我爱你 就算你不收拾自己 不漂亮 我也会一直爱你 你不用为了我去改变你自己 如燕这个傻女人带着哭腔 她安抚我 等我们出去之后 你再对我说吧 好不好 可是 我们还能出去吗 栗子的刀 已经搭在我的脖子上 眼接着刀刃 就要向我的大动脉扎去 突然 小木屋被猛烈撞击 紧接着 是令人安心的警惕声响起 徐莉 放弃挣扎吧 你已经被包围了 如燕淡定的开口 就好像这一切 她早就知道一样 我们被带到 不同的审讯室问话 等三个小时后 在会合时 如燕已经换了一身衣服 干练的马尾 天蓝色的衬衫 鼻挺的西裤 你是警察 我惊讶地大叫 如燕有些害羞地点点头 你小点声 好吧 这个世界是真的癫了 如燕让我先回家去 她还有事情要做 看我不放心的眼神 她无奈地说 放心吧 我不是坏人 我也不会在夜爬了 虽然我还有很多疑问 但我不得不自行先回家去 等我和如燕再见面时 已经是半个月后 这半个月可谓是动荡 先是新闻里报道了 我是破获一起跨省跨市 全色交易大案 再然后 好几个投资公司被爆雷 其中涉案金额高达两个亿 这里面 还包括了方平父亲 被骗走的一千多万 作为全市有名的农学专家 方教授的名字被挂在头版上好几天 以示警告 当然 在这些新闻里 我似乎琢磨出一些门道 有关于如燕的身份 我已经猜测的差不多了 只等她为我证实 好吧 我坦白 如燕窝在我的怀里 和我说起四年前她接到的任务 当时全国已经发生过 多起全色交易诈骗案 根据案线的情报 接下来逃脱的犯罪分子二号 会在我们这个城市落脚 那时如燕刚刚警校毕业 因为没有公开露面过 所以伪造起身份来更容易 当时接任务的时候 也没想太多 毕竟我还没有遇见你嘛 只不过后来和你在一起 我又不得不瞒着你 这滋味 我也挺不好过的 如燕坦诚地说 不过你放心 后来夜爬的时候 我也没有做那事 我都是和另一个同事做搭档 用障眼法蒙蔽例子的 想起方平发给我的视频 我知情 并且我是故意的 如燕捶着我的肩膀 例子消息很灵 当时她已经怀疑到我了 我也知道方平在调查她爸爸的事 所以那天我故意让另一个人 穿了我的衣服 让她拍下了视频 包括你跟踪我那次 我也知道是你 我故意给你透露很多信息 就是为了让你们猜出徐丽的身份 你们在明 我在案 当你去警局报警时 徐丽就已经收到了消息 她就是太自信 你们猜不出她的身份 当你们吸引了徐丽的所有注意 我才能趁机以最快的速度 搜集完整的情报 当然 陈骏 对不起 我似乎不经意间利用了你 还差点让你遭遇危险 说到这 她如烟垂下眼 看得出 她也在因为半个月前的 惊魂一夜而愧疚 我将她抱在怀里 她也紧紧地回报住我 我们十分珍惜这一刻 真实存在的幸福 通过这件事 我觉得好的一面 那就是升华了我们两个人的感情 作为夫妻 多年前许下的互相信任的承诺 我们也将继续遵守 并且未来也会共同面对风雨 如烟 我爱你 我寒情默默地表白 如烟双眼微红 仰头吻上我的唇 陈骏 我也是 全文完 最新鲜的 这次 我认为了